綠媒所說的那些純粹就是他們的政治操弄語言 他們越是施壓來說 哎呀 這個就是大陸在認知作戰 這就越顯得他們做賊心虛 詞窮 談及自己一直以來所面對的 來自台灣島內的輿論壓力 中共二十大代表 復旦大學教授 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盧麗安 顯得尤為坦然 時間追溯至2017年 當時盧麗安當選為中共十九大台灣省級黨員代表 在黨代表通道上與媒體交流時 他講出了那句以台灣的女兒為榮 以身為中國人為傲的肺腑之言 以時間盧麗安迅速成為新近網紅 稱讚之外 也有來自台灣島內的其他聲音 我有沒有承受島內來的輿論壓力呢 有 說有也有 因為畢竟消息總是會傳過來嘛 誰 哪些家人 哪些鄰居又被請去喝咖啡啊 說沒有 也沒有的確 因為我就在這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把自己活出精彩來 我如果在意這些輿論的話 尤其是島內綠媒的輿論 我如果在意的話 當初就不會來 也不會考慮入黨 事實上 同盧麗安一樣不在意的人有很多 今年來 隨著祖國大陸日新月異的發展 以及各項會臺政策舉策的落地 越來越多的盧麗安來到祖國大陸 學習 工作和創業 如果說能夠透過我個人的經驗 讓同胞們看到 尤其是台灣同胞們看到 到大陸來發展 也是有空間的 那麼我很驕傲 我很榮幸 所以 盧麗安現象折射出來的是兩岸同胞 尤其是台灣同胞 對於一個兩岸和平發展 繼續交流 交往 乃至於最後融合發展的一種共同的心願 近年來 國家出臺了各項會臺政策舉措 正在一步步優化 盧麗安對兩岸同胞一起開創美好未來 充滿信心 那等這些工作都做好了 一步一步來做 疫情消退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敞開胸懷 來等候台灣同胞到大陸來 讀書 就業 生活 一起來共創更美好的未來